我們是很期望多些朋友去下載 但是問心講 如果下載的多與少 其實都能夠為我們抗疫 早可以認知自己有沒有這樣封不封之 都可以有個貢獻 在疫情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 怎樣用好我們手頭有的工具去做抗疫 我覺得應該我們比較開放些 大膽一點去做一些 應該能夠對抗疫更加有效的工具 剛才你所講的強制 早幾天我在立法會報告 我當時是沒有計劃去說一定要強制 但是如果你今天問我 我一定會檢視香港的疫情 如果到了一個關口 真的需要用我們不同的工具 我們其實整個抗疫的 這場戰爭 這場戰爭 其實大家看到都是一路是演化的 我們會是因事制宜 看回疫情的情況是這樣 有時我們會放鬆 有時會收緊 似乎第四波有些專家跟我講 亦都會再來 我們怎樣去用好我們的工具 在抗疫這個環節 我們做得更加緊 我自己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如果有需要 我自己作為創新的科技局局長 我一定會推動多些科技可以協助到 如果科技是需要 比如剛才講強制才可以用得好 有市民喊總的支持我們便做 警方國安處大約40名人員 星期五下午3時多進入香港中文大學 警方先與校方高層會面 之後由中大的職員帶領 去到校園博處搜證 他們首先到湖中圖書館一帶調查 逗留了一陣 轉到其他教學大樓 在不同地方拍照做記錄 在不同地方拍照做記錄 又拿照片出來比對 又拿出來比對 早前租人逃亡的地方 已經被遊相百七遮蓋 早前租人逃亡的地方 拍照做記錄 後轉到新亞書院調查 拍照做記錄 後轉到新亞書院調查 雖然穿灰色衣服 手持相機的男子又碰撞 分明保安報清手相 有警員到場了解 報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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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明同报到